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的这盘棋 这两位棋手应该说受大家关注的程度比较高 一位是广西华兰队的主将 也是超级外援李世十九段 另外一位是中国移动上海队的主将 就是邱骏八段 那么邱骏现在已经是九段了 刚才是恐怖 所以说这两位棋手之间的对决 我想大家都非常关注 好 我们下面先来看棋吧 好的 这盘主将之战不管怎么说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李世十前不久刚刚是2比1战胜了乌光亚 杀入了三星杯的决赛 所以说为韩国棋手保留了一丝 在今年能够夺取世界大赛冠军的希望 至少是 要不然这个实在太没面子了 这一年下来所有的世界冠军都被中国棋手所囊括了 当然我们很高兴能看到他 在决赛当中 如果说能被中国棋手干掉的话 我们是很高兴的 这个很有思心 是的 不仅如此 不仅是所有的冠军被中国棋手囊括 而且还有两次比赛的八抢 就是韩国棋手都是 没有一个人进入 对对对 没有一个人进入 这在历史上是几乎是没有过的 是的 那么今年就有了两次 所以说韩国棋手这整体状态低迷 也是 我相信李世十他自己肯定心里很着急 他一定很想证明自己 对没错 白旗挂脚在这 这两位棋手也都是棋风 非常有特点 特立独行 二间高将 邱骏的棋比较 也是力量极大 对 所以他酷爱实地 然后他有一个绰号 我想自身棋名应该都很了解 叫他邱魔王 就是说跟他下棋的话 你基本上不要指望在六点钟之前结束 除非你先投了 对对对 他下得很慢 他的棋 一般都要进入独秒 而且独秒的也是他所擅长的 他喜欢在独秒的时候 把时间用尽 比如说读到五十五 五十八的时候他在落子 对 这个我也深有体会 是的 你肯定跟他下过棋 是 经常中刀 黑棋就糊了一个 这局部也是常见的定势 接下来下一手 黑棋的这条棋 是非常少见的 是 我发现邱骏的布局 经常有一些比较少见的 显为人知的下发出现 对他有自己的东西 对是的 我想他平时肯定有所研究 这条棋来分析一下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在其他地方 比如说这个是好点 对吧 这挂脚都是好点 对 如果脱肩的话呢 这个长出来很厉害 单长是吧 这个长很厉害 对 单长的话黑棋要压住他吗 大概只有压住 现在好像立下去太过分了吧 对这个立下去有点过分 就压住 压住的话他扳过 然后黑棋虎住 对 再转了 这个时候白棋有两种像 有一种是点这个 还有就是直接扳针 是的 或者是打吃吧 但无论怎么下巴 就是比如说我打吃 最简单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白棋通过这个长出来 这个洞出啊 就局部下的很厚 那么接下来当然黑棋 这一代的利用就全都没有了 是的 那所以说考虑到这个接下来的变化呢 黑棋我们就不难理解 他实战这条棋的用意了 他走这个 他先交换一下 就趁你来弄我之前 我先来那个考验你一下 你是老不老实 这个时候白棋大概只有补 对啊 不然的话可能会被扳下去吧 对对对 你这个时候长出来 人家肯定厉 是的 那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他只有补 那交换着一个之后呢 你再尝出来 这个威力就小了 他同样是压 对 对他终于走着了 这一下 所以这招其实是非常积极的一手 就是他不想单纯的补 他换一种思路 然后把这个尝出来的价值变小 是的 这是很棒的一种思路啊 就是我们说下期 经常会用一些曲线的思维方式 我一个地方有毛病 但是我不一定直接的补 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但他这条旗本身局部来说挺有意思的 他不走这个 一般来说是 对走在这儿的 比紧的也比较常见 他这个 一远一路是不是考虑到这边拆过来的距离有关系 比如说你比紧一路的话 那白棋也只有补啊 如果你再拆的话 他可能拆的位置他觉得不舒服 还有这个可能他从幕术角度来说啊 这样可能还没有这样好 对他觉得他下一步这个间距比较好 他走到这儿 对邱俊是布局非常有刀的一位选手 他那个飞刀极多 而且都是他独门暗器 对对对 就是别人不知道的 就是他自己平时自己摆自己研究的 而且他很有意思 就是别人问他的时候 他都不会告诉你 他说也说不出来 可能说也说不太清楚 好吧这个我就有点不好意思 白棋小飞一个 接下来黑的拖鞋了 黑的在这挂 对 黑棋布局速度很快 你看这个地方有毛病 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安全 可能也有毛病 但他都先布补了 他抢速度 抢速度对 你要是来动没关系 你要是来动 我肯定还能争到先手 我再从全局上找回这个力 没错 对他速度快的话 他不担心整体的木数会落后 对 这是高级战术 对没错 白棋现在拆二 拖 黑棋拖一个 斑 然后白棋在这一带呢 没有继续 这个定式 对 按理说他 应该是这样虎一个什么 或者是立下去 对虎 这是定式 如果说虎一个的话 那黑棋就开拆 大致上会这样吧 嗯 这个拆在呢 就是可以探讨 是 然后接下来 如果说白棋这边加厚了之后 是不是要从这挂进去呢 对 正常来说呢 是这样的一个 思绪啊 就是先虎一个字 把定式下完 然后再打入 但是李适时的棋 它也是很有个性 它这个地方 它要先保留一下 因为未来呢 可以预见到的是 如果白棋这边下厚了 比如说 它实际上就是直接挂进来 对 假如说在这一带 下的很厚的话 那它绝对不是虎这个的 它是要选择 从外面加过来的 就是把这脚上让给你 它就选择保留这下 对保留 这个虎呢 其实本身目数并不大 目数并不大 但它主要是关系到 这个双方的眼位和厚薄 是的 那如果换句话说 如果我这块棋厚了的话 我就不用虎这个 没错 这就是它的一个想法 对的 它觉得这个虎我基本上 什么时候都能走着 因为如果这两个点 都被白棋占了的话 黑棋太酷了 是的 这黑棋太酷了 对 所以说它 先不走 保留着 这是高手风盘 对 先挂脚 从这儿挂入了 然后黑棋飞起来 在这儿 对 白棋拖 拖的时候呢 黑棋没有按照常规 它说搬这边 比如说这样 如果搬这个变化 大致上是不是会形成 比如说这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它不会退 它就拖一下 看看你下什么 如果搬这个的话 它可能是靠了段这种 就有点像这个二间高架 然后再加在这边的下方 对 因为这个棋 如果退的话 它这个子位置特别好 它不论是长还是虎 这可能虎也行 因为你这局部已经没有行了 就做不活了 对 跟在这儿不一样 现在想飞不了了 你现在这个没有了 你就只能走这种出头 这是挺亏的下方 对 是的 所以说这个棋呢 它考虑到现在的局面 这个配置 也许不会先退这个 可能就是靠出来 腾挪 我想它是这个意思 先拖一下 看看你的态度 但实战呢 黑棋没有选择下方 它就紧紧地揪住你 它不让你在这儿 有选择的余地 比如说你靠啊 或者是要想走别的 这不友好 这招其实不是很友好 断掉 它这就是充分地利用局部的优势兵力 去跟你作战 这其实说白了就这么简单 就我这个地方 我人多打你人少 然后所以说我就下最狠的 没错 对 像这种地方 我觉得邱骏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这邱骏最擅长 就局部这种 他非常擅长这个计算 打吃了再退在这儿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下法 没错 这个时候呢 局部来说白棋如果这样去对杀 接上 拐这个是吗 对 这样可以去拐 这白棋就坏了 这个如果你敢搬下去的话 那我就 肩过 肩过就行了 对 没有必要再跟你非要断了 断了被人家一尝 就杀棋杀不赢 对对对 我只要肩过 这个时候你别看我这个局部骑形有点 大概就这样吧 稍微有一点点猥琐的感觉 但是他只要一度过了 白的角色就都死了 对啊 你这死了还是损失很大 这效率极高 黑棋 没错 所以这不行 而且这个黑棋这个头抬在这里也还不错了 不错 这两个头都抬出来 你如果单看这两个棋形不怎么样 但是他把中间齐筋持通了 他就很好 是的 所以说这个白棋不行 不能这么下 那其他的下法呢 就是你在这个局部 你当然这样吃也不行 这样虽然能做活 但是这太委屈了 活了 对 确实白棋不能这样下 这太委屈了 是的 这他就拆盖 比如说他这是比较稳健的 对 就拆盖把这个毛病防一防 外面全外视近视 所以这是不能考虑的 是这样的 白棋靠这个 这是手筋 在这种局面下 然后黑棋爬在底下 对 这个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话题 你这个打和这个打都不行 那怎么办呀 对吧 只有灵活的去转身 对对对 这靠是经典手筋 没错 你这时候黑棋 你不管怎么下 这被人一打都坏了 所以这不能下 这个爬 爬一个 这样的话呢 就转换 然后黑棋搬起来 白棋吃 白棋打吃 这转换看上去 脚上白子死了一大堆 但其实也是一个两分的棋 对 我不觉得白棋就很吃亏了 没有这种意思 不吃亏 对 这棋并不亏 因为白棋这边本来挺薄的 如果刚才这个定式呢 进行完的话 他应该是在这儿唬一个的 他既然这手棋没有走 那么他这里加强了之后 他肯定不会再虎这儿了 对 那你刚才说 肯定要从这边过来 是吧 因为这个棋行呢 如果轮到黑棋走 你现在也不能点进来吧 不能点 最多就这么搬脚嘛 就很小 这地方很小 是的 所以说下这儿 这个转换应该说白棋 李氏石下的很漂亮 是的 躲过了邱骏的这个重拳 接下来邱骏是走了一个 他拆了一个 因为这接下来肯定白棋要往这边拆过来了 对 他不会再走这个户了 这个是现在当前局面最宽阔的一个地带了 就是左边 但是白棋是打入这个 是的 他打入了 打入这个 黑棋就冷静地吃住 让白棋去走这个 白棋就在你的阵营里面 大出一块小堡垒 没错 他这个 但是对黑棋总体来说 威胁不大 对啊 黑棋两边都很厚 我觉得就纯属是破控嘛 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是我觉得第一杆啊 应该是考虑怎么去收拾一下黑棋这个杆子 对 因为这个地方显然是一个很薄弱之处 黑棋薄弱之处 而且现在动手时机绝好 是啊 但这个棋型应该怎么下呢 这是一个难题 是不是从这打入 比如说打入吧 因为如果说这有个子 那我倒会了 我大概会打在上面 对对对 因为这样没有子接应 如果打在上面 那拖过你没有接下来的后续手段 对 这个地方白棋的一个目标 就说 如果最好的结果 当然是把它这两个子分段 比如说以某种形式把它切开 但是黑棋的这个棋型呢 邱俊他 刚才我们讲到他这个选择 他是很有道理的 这超大飞的棋型 你不能打在这 他就上面靠 坐在这 他就底下拖 对 这个他联络很好 你分段它是很难的 是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应该转换一下目标 就是把他的空给他撤掉就可以了 没错 那就 我盖住你的话 你就尝一个吗 盖住的话 白棋我估计得挖 那他是不是有担心啊 对 我觉得我是不是打完了 然后 打完了就算是接上 接上是吧 那如果白棋蒸紫不利 而且黑棋长完了 可以蒸掉这两个 对 这个可能是白棋不便宜 这在引蒸好像有点辛苦啊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是有所顾忌 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如果不能直接打入的话 我觉得也应该考虑在这边下 比如说就我现在来监一个 那黑棋是不是考虑要补一个 当然正常的 可能他们不一定会补 如果照我正常想 我是不是考虑补在这还是补在这 就是你看看黑棋怎么补 是 先监一个 看看黑棋怎么补 如果他补的不老实 那我们再打入 对 这下交换完了之后啊 他盖住就可以尝了 读过就很舒服了 是的 如果他这个老实一点 那我们就便宜了 这下就便宜了 对 将来还有这种点之类的手段 因为白棋这手棋把这个搅护好了 黑棋这手棋没有守得很干净 对守得不是很干净 而且他对白棋没危险 如果你走这种的话 那白棋应该也是便宜了 就这下交换也便宜了 对 这个黑棋依然没有补好 对对对 而且我这个点是接下来的也挺厉害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可能冷静的下方应该先走一个静观其变 是的 他实际上这个有点着急 我觉得 就有点着急 就破控啊 就破控 对 这个对黑棋没有什么影响 单纯的破控 黑棋就排斥一个 排斥拆一 但是李适时的棋 他应该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肯定深思熟虑的 对对对 刚才我们看那个是大局势 李适时要领先吗 领先对对对 确实 黑棋拆二在这 对白棋在这里手控 手得很有意思 他就跳下去了 他这条棋 我觉得真是 让我就佩服李适时 他真敢下 就是说 这步如果不是李适时下的话 我想一定会遭到这个大家的 非议 对非议 这严厉的批评 这黑棋怎么可以这样呢 人家离你这么远 对不对 在这你手也就算了 这个时候 跳得太没面子了 对吧 但是他离师就这么下 这条棋呢 其实就是局部来讲 是最干净的一种下法 这个脚上你再也别想出他棋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他一手补干净了之后 我觉得可能这个局部比这个小剑也好一些 就下成这样之后 你这样主要是这个他就来这个了 他就见这个了 他有这个子的话 这点脚太厉害了 现在你是来不及打他的问题 现在是白棋需要补 如果这个只能跟他硬一个的话 那这个等于是 落一后手 对这叫先中后 这就是你看上去快 那人家走完之后 你反而 反而是有毛病 这是不行的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他就肩不着了 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时机错过了 如果刚才肩他肩没有这个子的话 我们打入很厉害 围棋也很玄妙 就是在这种地方 你错过一个时机之后 你慢了一拍 就是慢一步就步步慢 就跟不上了 人家先拆你就只有自己防守 由于你这个可能缩了一步之后 接下来就是主动拳又 全都交到了黑棋的手中 没错 所以我觉得李时时的这个 他近期看他的棋 他好像就是完全判若两人 他下的比以前慢了很多 我觉得 并且厚了很多 对 就是行席速度还是 行席速度慢了很多 然后也厚重了很多 对对对 那个怎么讲呢 就是从棋盘上的内容来看 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变化 就他是从以前的那种比较犀利的棋风 变成了好像变成很能拉锯的那种感觉 就是前不久跟乌亚下的两盘棋也是那样的 就他很希望把局面拖到后半盘 去给你拼关子 对那看来他自己的后半盘 是不是已经修炼到一定程度了 对他可能很有信心吧 你像这盘棋 他这个打入啊 看上去打入你是挺积极的破坏 其实他这种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打伞的一种态度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屏幕上有网友在提问 对 他说是看好谁夺冠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认为这个重庆队夺冠的可能性非常大 还有呢 接下来会产生的这个鼓里十番棋 到底谁会赢 你觉得怎么样 绝对看好鼓里 毫无疑问 是的 虽然这两个人实力真的是伯仲之间 而且应该说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中 目前还是还是在最顶峰的状态 虽然说90后95后的年轻棋手 给他们制造了很多麻烦 这个 现在 尤其是中国的90后棋手也是 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 得了很多冠军 但是我还是认为 鼓里里十十是当今世界上最强的两位选手 给大家爆点料吧 就是说在围棋界有这样一个传统 就是说刚刚当爸爸的人 这些成绩都会非常的出色 可能非常猛烈 然后呢 我们知道鼓励刚当父亲没多久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他的成长的动力 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看好他 能够在十番棋大战当中战胜里实施 为奶粉钱奋斗 可以这么说吧 对是 还有网友提问说 这个本局到底是天才战胜勤奋 还是勤奋战胜天才 那我想我们还是用棋局来回答大家 对对对 就我们一会就揭晓答案了 是的 好那我们来看棋吧 对 现在白棋刚刚在这跳一个 我们觉得这部棋非常独特 但是挺不错的 确实挺好的一部棋 但是反正我是觉得下不出手的 没这个勇气 回家怕被老师妈妈 对对对 他一个走在这 对黑棋飞了一个 对 现在这个局面是一个拉锯战 因为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说 接下来应该干什么 那这个肯定大 这个就是双方根据地 这四小时大 别看来走在二路 如果被我飞的话 我将来还是还有跑这个的可能性 对吧 这你很难受了 这黑棋已经很难受了 对 如果黑棋一飞呢 这个不仅自己站稳脚跟 同时把白棋的眼位剥夺 那这白棋就必须要朝天上去下单关 是的 去天上跑 冲一个 黑棋单长 白棋跳 跳 黑棋就冷静地补一个 这条棋是很有味道的一首 对 这条棋很有 这无视自补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这条棋 如果你不走的话 对 我就很想他不走 他能怎么样呢 不能怎么样 白棋不能把他怎么样 首先是确定一点 白棋不能把黑棋怎么样 但是这条棋 首先第一个 你如果不走的话 你这外面你是走不动的 比如说你这种进宫 人家这一间 他这个地方是有后路的 是的 他就能跑 所以说你这个盲目的进宫 你可能走不到东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说 如果将来收官的时候 被人家一断 这很讨厌 断的时候 我大概要吃在上面吧 因为我是吃还是肠 肠不行 我只能吃 如果肠的话被拐了 可能会出奇 对 你只能吃 吃的话 这边被人家尖一下 这边被人家弯一下 就是木树很亏 对 如果长的话 这一拐就出奇了 已经逃回去了 对对对 大概得接上 这一扳 你就没法办了 这个人家已经连上了 你只能吃在上面 你火也没用 可以走这个吗 走这 这样是好奇 确实 是的 但是这个地方 就算是这个 就是说 就算你是可以长 撑在这的话 这也是 非常的 心情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这里面 首先造出巨大的节材 很多门 而且这个 将来的棺子 你算是扛是扛住了 但是还是要被人家 所挂一下 还是两边利用 是这样 总之这个时候 你如果不补的话 自己是使不上劲了 就将来只能被动的 等着人家去收拾你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 他这走一个 看看你的态度 如果这补一个 他就比较开心了 是的 但实战应该是 但实战 他肯定是不会 这么老实的补一个 他先冲一个 在这儿 冲一个 顶住 然后跳这个 对 他跳了一个 这棋挺奇怪的 我觉得 就是这个 黑棋这两颗棋子 它一直不补 然后白棋 也一直不下 这地方拿它 没什么办法 说实话 我觉得挺看不懂 这里是 为什么不下 不动手 不动手 对 这个就说明 它有问题 就说明 它这个结构 就是 之前的结构 有问题 你如果一直不下 让人家拖到后半盘的时候 再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 那黑棋效率太高了 黑棋前面 你看 这个交换是先手 这个交换是先手 没错 对吧 这个外面将来 过了一会儿 他又拆了个二 又是先手 他等于一手棋都没花 然后就在你的这个阵势里面 摆出了一个 很舒展的棋型 你永远拿它没办法 对吧 它下到后半盘的时候 它还是空 关键是 这棋 我觉得它 既然有了这个子的接应 白棋是不是可以考虑打在这了 因为你拖过的话 可以搬 比如说我搬了 爬回去 这个子呢 我放在这里 就是要把你断开的 是要攻击你的 而不是来破你的空 对 比如说这样 但是这个棋 怎样 搬一个 如果你立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纠结 到底是打在上面呢 还是怎么打一下 我建议它什么下 我觉得 对对对 这是一个作战 这是一个作战 这双方都没有什么把握吧 确实 对 但是白棋来说应该不怕 因为我这边是火棋 这边是火棋 我利于不败之地 其今只要不被你吃掉的话 那黑棋总是两块 跟白棋一块作战 就是有点困难 人黑棋呢 别的地方都很厚 也有可能打入的时候呢 它不正面印象 或者迂回一下 它或者就直接跳出来 就直接跳出来 你有可能 它这个子比较轻嘛 是的 这个它思路的子比较轻 而且白棋也不太好吃 它吃它的花 木数不是很大 就为了跳下去吃 是 那如果这样判断的话 那就是白棋之前的下法 一定是有问题的 它把人家下得很轻 原来它一直可以不走 那这个结构有问题 确实 所以它走这个 它跳起来 我觉得李适时这盘棋 整体的感觉非常被动 但是我不知道 它跳一个要做什么 就是走一手挺大的 好像这棋子 不知道应该往哪搁的 它就往这搁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虎一个 我面对李适时 还是也是抱着这个批判主义的精神 当然我们不能说它的棋不好 只是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罢了 接下来点 我们加快一点进去 卡回来 点了这个 靠的照片 招起很有气势 非常漂亮 霸气的一手 点了一盖 很霸气 如果不点的话 它肯定是怕人家搬出来的 这个如果你现在断的话 稍显过分了一些 对对对 这个断就是不太一样了 不是很一样 好像有点过分 看起来至少是一个乱战 怎么说呢 最起码人家最笨的 这样打一次 我打一下 接上 再跑出来 再尝一下 或者打了虎 打了一个虎一下 这个虎基本上是先手 然后这个贴过来和这个跳下去 就是一个必得其一的 这么一个状态 是的 所以这样的话就有点过分 但如果是我走着了这一下 这个断就厉害了 这个时候你就只有这个地方 我这个不能让你冲出来 那这个作战可能就是 单强一个 对 可能跟刚才就是完全不同了 插了一手棋 对 那等于说白棋 本来他刚才在外面先动手 现在换成黑棋在外面先动手 完全不同了 而且你这个肠还不一定走得着 我这一团 你下面是要还是不要 这就是手机能威力 先点了再一靠 绝好 点没靠在上面 我发现这个白棋这个不跳还好 这一跳黑棋反而更来紧 邱俊棋就是特别的紧 对 是的 他就一直揪着你 局部就一直缠着你在下 没错 而且我发现他在读秒的时候 下的比不读秒的时候还紧 还厉害 对 你肯定是有感触 对 你别以为他读秒了之后 你有机可乘了 绝对不是这样的 正好相反 他读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他小宇宙才爆发 尖冲 可以去爬一个 这个尖冲也是很高级的战术 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他尖冲这个 你如果爬的话 那这个时候他在冲这个 然后你如果夹住 他就顶过去 对就一顶 再一段 刚刚好 你得挡过吧 那这个可以先打一下 黑棋这个棋型都是很笨的 就被白棋全都走到 黑棋就是三路的一根棍 没错 所以这样的话 这白棋再跳出来作战 黑棋不利 对 这是白棋的一个思路 是的 所以他尖冲完了之后 第二个他不能爬了 对对对 再爬就落入白棋的陷阱 挡住 挡回来 白棋当然拐下 拐下去 黑棋拐 这个很奇怪的地方 双方形成了一场激战 嗯 冲 冲吃 但总体感觉呢 我觉得是黑棋不怕 这棋黑棋不怕 对 因为很简单 就是说 白棋的所得 只是这个冲下去 把黑棋的这点目破了 但其实本身 黑棋也没几木棋 就边上这几木棋 是很小的 嗯 黑棋呢 首先这拐两下之后 对对这边的木树 已经有所收获了 就已经弥补回来很多了 在一个这一冲之后啊 白棋这个下面 大幅度的缩水 嗯 这都是很现实的一个收获 嗯 对 这个是 就本身价值来说 黑棋的收获 肯定就比白棋大 然后再看这双方的 厚薄对比 那这个时候 呃 白棋跳还轮黑棋下 嗯 黑棋呢 它是走的这个飞 它飞一个 对 它如果不飞的话 直接搬就被人家断了 没错 这肯定要断掉它 那这种点 它现在可能是点不着了 是的 对 点的话人家要反击 所以说它这时候 还是顾全大局 嗯 飞这个 白棋长 白棋还得长 那这个时候 外面头也是黑棋 呃 能够抢先 就是抢到吧 是的 嗯 所以说这个棋 总的乱说 作战黑棋是不怕的 压过来 白棋冲一个在这 嗯 白棋冲 挡住 挡住 但这个时候 啊 马上很刺激的一幕 就上演了 扳头 在这 扳头 这个应该是直死一手 是的 是的 你如果再软的话 这没法看了 这就是黑棋再尝过来 嗯 这块棋它已经活了 这脚上有个二 有扳 对 脚上还有个眼 你想杀 这什么断 这个可能 你再走两下 人家都先手活了 黑棋这块棋是没威胁的 但这个头 如果被黑棋这样弄过来的话 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 转过头来 再看白棋这块棋 嗯 嗯 大家就明白了 你比如说你在补 我们举个例子哈 这是很正常的 是的 比如说你在跑 我们先且不说 这边黑棋怎么分段你 啊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 黑棋只要随便弄一个 这块棋 是不是就已经 差不多了 对 瘟中捉鳖的感觉 确实 所以实战 他奋勇地扳了上来 这没办法 嗯 遭到黑棋 断掉 肯定会断他 我觉得 肯定会断 我觉得肯定会断 很有力量 确实 然后开始断了 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 双方骑虎难下了 这两个人现在刺刀剑红了 对 因为他一断你 你已经没办法了 你不能从这儿 再反手出来 那这个之前的这张棋不是显得太幽默了吗 你比如说这个能出来 但这人家一打吃 那被断在外面了 这个子白死了 就 对 这不行 还是那个问题 就你这块棋已经没法交代了 嗯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呢 闭着眼睛也先断 白棋断 对 这个黑棋够狠的 藏在这儿 他就号称要把你这块吃了 你现在这两个子 其实你吃不掉我 没关系 嗯 我反正这块呢 我脚上二还能斑 这气也很长 你要跟我杀气的话 估计白棋不太有力 对 我相信在这个时候 嗯 邱俊肯定是 这两位吧 肯定是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计算 计算 确实 这是最关键的时候 就对杀了 可能马上就决出胜负了 那我们看看他们怎么下的吧 对 白棋断先尝一 必须要跳出去 这是必须的 然后接下来呢 李时时下了一部妙手 但是可能是带引号的 带引号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是真妙手 还是还是无奈的一手 这个我们是要去分析一下 它没办法 因为它这如果对杀的话 比如说走这种 这可能这下在哪 骑行不好说 嗯 我先搬你一个吧 对 搬一下之后 它就把这一捡住 这显然黑棋是有眼的 这块棋 黑棋这个地方是有眼的 白棋气不长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攻气是一排 对吧 双方有一排的攻气 那我又有眼 这个我相信 有一定骑力的气 我可能就 一目了然了 这肯定是个有眼 杀无眼 对 所以白棋这部袜 应该是绝境当中 无奈的一手 是 他肯定早就看到 这条棋了 然后人家打吃在这 但是这个呢 属于是这种 万不得已 除非万不得已 不能轻易出手的 这些下方 这是很损的 断 这个就是拼得很猛 自己这个死活也不顾了 先把你断了 对 因为这个黑棋 是可以冲下去的 你尝回来 可以冲下去 这个棋 其实说实话 看到这儿 我觉得小李已经 凶多吉少了 这个不叫转换 我们再摆两步 就能看出来 它这个结果 它尝一个 黑棋一挡 白棋是四口棋 这绝对尝不出气来了 对 白棋是四口棋 而黑棋呢 看上去是 一二三四口棋 但它其实 对 黑棋一挡 挡 对 然后把这个立掉 看起来想要棋子的架势 这不能叫棋子 这个是 送子是吧 这是被动棋子 被动棋子 棋子分为两种 对 主动和被动的 这个被人家吃了 就要被动棋子 对 但是黑棋看上去 也是两口气 两气对两气 但是你是一个不入器 对 你只能从这儿吃 对 上面这个不入器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棋就只能 就脱先了 对 好歹还有点面子 就是先手吃 先手吃 先手吃 这个我们可以 就是粗略的判断一下 刚才白棋 是 大家有印象吗 这是轮白下 白棋跳过来的 轮白棋下 白棋先跳过来 这个地方白棋 怎么说少数 也得有个小二十 二十目左右吧 就整个连到这个边角 现在呢 二十目肯定是不止的 我觉得 现在呢 是这个十 十一十 这个这样 对 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 十八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先提的 十八目半 十八目半 对对对 撑死了 对撑死了 十八目半 那黑棋呢 这个地方已经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你就是扣了黑棋之后 白棋这几乎就没有木了 已经 对 对吧 剩下四目多一点 这是木数来说 是这样的 我们再看外面 这个外面全都是黑棋的子啊 对不对 这外室尽尸 这属于是 这个黑棋就是不能再爽了 就里外全都走着 是 又有外室又有木 又有外室又有木 对对 这太合适了 而且顺带把白棋这儿的空都给破了 对对对 白棋唯一的得到的东西 就是把你自己本来要死的这块鞋 好歹连回去了 这个局势呢 已经是对白棋很不利了 显然 对 已经是 但是他好歹还能继续吧 应该说 对 靠着他这个所谓的妙手 撑住了局面 他冲了一下在这 嗯 撑过了一下 挡住 然后打吃 不对 他应该是先加黑棋走的吧 嗯 先加 立即上 黑棋打吃 嗯 白棋再吃 是这样的 黑棋就提了 这个反正是一样的 谁先走 对方都得跟着下 对 我提了你也得提 是的 就是双方 双先打僵这叫 嗯 谁下都是先手打僵 然后白棋尝 很漂亮 很漂亮 跳僵 这条棋太漂亮了 非常好下 下得非常好 但你冲不动 你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冲呢 我就挡住你 在断吃呢 我先把你滚包一圈 好在这 你可以冲 这个你也可以冲 嗯 冲 冲我就接上 对 你后手吃两个次 后手吃两 随便吧 那可以了 这已经输费了 对 你要是冲外面呢 他就挡住 嗯 你这样他就跟你作战了 你打吃他就接上 接上 对 这个黑棋 这白棋气太紧了 一头大饼 这白棋太尖了 没法跑 简直没法下了 对 所以说这一打了之后啊 白棋是动弹不得 嗯 你打了一加之后 白棋 动不了了 局部已经动不了了 是 这应该说是雪上加霜 是的 是的 主要是刚才这一代 这个转换有点不成比例 嗯 对 嗯 嗯 白棋现在在那断打了一下 这都是 这 本身这两招棋啊 叫单棺 就是一木棋 可能说单棺倒不至于 吃了两三木棋 对吧 是太小的这个小棺子了 没错 那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去下呢 这都是因为刚才 之前种下的这个苦果 外面全部让人家走到 外势全部让人家走到 他就只好下这种单棺 而且那块棋 确实需要补棋 必须得补 对啊 而且还是没活静 就近时补成这样 还是没活静 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 这个时候黑棋点了一个 来这点 对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刚才之前说到的问题 黑棋这两棵棋子 我们在布局阶段讲 它叫先手交换 对吧 对 全都是先手交换 不仅仅是先手交换 而且我这外面又多了一个 逼着你又在脚上补了一手 嗯 对于他这两手换了你三手棋 是的 这个是不科学啊 对不对 在你的阵势里面 我走了两个 然后你走了三个 是吧 然后你又拿我没办法 黑棋的效率太高了 对 效率太高了 但这个时候黑棋才想起来 都已经 局面都已经一百多手了 是吧 他才想起来来处理 这两个子的问题 嗯 就说明白棋有多么失败 就是可以看出来 确实下得不太好 对 这都是空啊 他这都当 为是空呢 刺的时候呢 白棋他也不甘心 就这么接上 所以他上压了一个 在这儿 顶住 白棋跳 这都是 其实非常委屈的下法 没错 因为你每走一个都是单关 人家这走的全都在幕上 黑棋是不是就 黑棋跳了一个 这全都是单关 对 黑棋现在就特别简单 他就把这补上了 对 接住了 他特别简单 他只要是 不出什么大问题 你这个 这个转换 我刚才说 所谓的转换 这个肯定是 大亏 对 白棋大亏 没法看的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现在 邱俊是太好掌握了 这个局面 是的 现在白棋 得想点办法 这个太不像李时时的棋了 我觉得这盘棋的发挥 特别不像李时时的状态 李时时是那种 就是 他有一个绰号 叫僵尸流 对吧 其实不是说 他棋下很僵 他棋一点都不僵 很灵活 僵尸流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 在 就是你看上去 已经把他打死了 情况下 他能 僵尸 他是能复活的 对吧 而且他的棋子 总是能利用这个死子 发挥一些 你完全意想不到的 最大的作用 对 李时时 他后半盘翻盘的能力 我觉得是天下第一 毫无疑问 可能今天是因为被提掉了 他实在是僵尸不了了 僵都僵不动了 这盘棋 总的来说 他的这个状态 实在是有问题 我就极少见到李时时 是被人家这么 从头带尾 这个 顽虐的这种状态 已经很少了 他没有什么 挣扎的机会 什么 对 放弃治疗了 然后白起虎 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地方 有所收获 这个实际上是 邱俊看得非常清楚 对 他这两个子是 就是故意气给你的 爬一个 对 他这个气给你的 结果就是定型了 你这花了一手棋 其实看上去挺大 花一手棋 这个时候要煎出来 必须补 这也就吃了十几目棋 对吧 十几目棋多一点点 脚上这手棋很大 这手本身 这手棋的价值 已经不止十几目了 所以说 这个根本无所谓 这个时候 他应该是走了这个煎 对 小煎的 我们从牛哥的这个招法上 就能看出他现在的心情 我觉得你叫他牛哥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外号 对 牛哥是邱俊的另一个绰号 是的 其实跟刚才说的 邱魔王是一个意思 就是 知道有牛魔王吗 牛魔王他哥 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叫牛哥 对 所以说这个绰号 都是有典故的 有典故有来历的 对 所以大家知道了之后 听起来可能会更有意思 小煎一个在这 他就挡住了 牛哥现在不跟你抵抗了 都是你的 粘上 他接住了 他就在这煎 你看大家看看 他这个左老是煎 这个煎都是你的 就在二路下了 对 把这个木树紧紧的收住就行了 对 不仅木树大 而且我千万别死骑 就这个意思 就可以了 这活得太干净了 实在是 好像又来了一煎吧 对 又煎了一个 各处小煎 各处小煎 这煎的里是 是都想哭 这个黑漆 这个是不是赶紧把它收了 要不然一会被黑漆逆收 不是很大吗 对 这连斑可以滚过 白漆扳了一下 挡住 可能倒也还好 先手个七八木齐吧 然后他中间加了一个 他还是想办法 找点黑漆的毛病 黑漆的虎 下得很坚实 你不是把我断开吗 断开有什么用啊 我两边都是合的 你断过两块活旗 我也就断了 它这个断也有点价值 它断了之后 让黑漆这块旗 本来是跳着收的 它现在为了眼味 只有爬着收 黑漆把这个吃了 对 这个太坚实了 我让你这个扳 扳不着了 这个木树全收住了 因为刚才扳的话 白漆可以一路搂过 对 这种旗呢 就是怎么说 我们分析一下 他这个心理状态 他还多多少少有一点 声援中间这块旗的意思 对 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子 大家不要小看 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子 黑漆离家就更近了 是的 这个时候 我们要学习一下 这顶尖高手 他们这个控制局面的能力 就同样都是逆收七八木齐 这个可能挺大的 对 我觉得可能其他地方 也有一些大的棋 比如说在中间走 也可能也有一个价值 或者这个跳也挺大的 那他为什么选这个呢 就这个不仅木树大 同时他将来离家回家方便 对 省得你还惦记 要靠近来吃我的问题 对 万一哪一天你这个要逆袭了 对吧 杀我后事我怎么办 他都是不给自己犯错误的机会 对 不给对方任何 能够对 能够翻盘的机会都不给你 全部给他消灭掉 对 接下来再走几步吧 我们再看一下 他是冲这个吗 没有 他可能先 在别的地方走了两下 他走了两下之后 现在可以断打这个是吗 对 白旗脚上后来收了一下 他拐了这个后来 然后又搬粘了 把这个收掉了 还是先走了一个次序是吧 嗯 然后这挤了一下 嗯 再冲过来 对 哎呀 这个棋 其实已经是 对 我觉得白旗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翻盘的地方了 用这个 篮球的术语讲的 已经叫垃圾时间了 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了 刚才有棋友问 我记得说这个是天才战胜勤奋还是勤奋战胜天才 这我们其实就不用讲了 已经答案已经出来了 大家自己看吧 这个棋 对对对对 反正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李适时这盘棋还是不太发挥 不发挥 嗯 确实下得不是很好 对 这时候我们还来得及吗 给大家简单点一下木吧 哦 好的 这个地方呢 白旗将来黑旗跳了之后是先手 白旗也就大概六木旗左右 七木是软的 六木 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二一二十三二十四十五二十六 这个二十七二八二十三十三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二十三四四 四十五 四六四七 四八 五十 嗯 差不多五十木 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半木五十木强一点 对 那黑旗呢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是最老实的点法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一二二十三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四 前来你几下 三十四 三五三六三十三八 三十九 四十四一 四二 四十四 四十四 这我还有吃 先不算 不算它 四十四 四五四六 四七四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九六十六 一六二 六三六四六 六十五 旁边都十五木了 对 现在还轮到黑旗下 现在还轮到黑旗下 对白旗刚冲了 这个优势很大 这些确实是 没有悬念了 嗯 那么他们还是进行了一些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摆一摆吧 看看他们接下来是如何进行的 好的好的 现在刚刚白旗冲了这个 白旗冲了一个 然后呢 黑旗 黑旗是不是就冷静地爬了一个 他搬了一下 一路搬了 啊 搬了一个 对 这个是吸尼 这个是给对方心理上的打击 你这个冲过来 其实本身不是没什么木吗 对吧 你可能将来另一个是变成白旗的选手权利 是的 我先搬你 这个是折磨对方的心理 我在想李诗诗如果说这旗下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绝望 就干脆投了算了 嗯 李诗诗这盘旗还是后半盘它比较玩笑 但是已经没有用了 确实 对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挣扎了 嗯 白旗呢 拐了一个 白旗就是大败 对 确实 已经不太行了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他这个坐在主将位上啊 这联赛就是有这个特点 他不能随便的就站起来 因为他要给对手 给对手以压力是一方面 另外就是给自己的队友以信心 对的 他不能随便的这旗就认输了 因为如果只是关心他的 他一个人的话没有关系 但是整个队 你如果坐在那里呢 你的队友有些他没有看过你的旗 他不知道你什么状况 对对对 那么他在信心上就不一样 就是很多时候垃圾时间 他也要坚持到最后 其实跟他这盘旗的胜负无关了 他就是要给对手 队友以信心 嗯 好 我们再看一些吧 不管怎么说 都是他们的进行 嗯 好的 白棋拐了一个 嗯 好 黑棋 接下来 黑棋击打在这儿 嗯 这个是先手 又少了一幕 刚才这一幕给他数上了 就排一个 爬一个 这个呢 就又看出他的心态了 这二戏 真的是 就是 稳中求稳 就是最稳的下巴 我 我本身这爬和跳 关子肯定跳一个好一点 但是我千万别出问题 我这眼位千万别出问题 嗯 是吧 对 这个棋要是再输出去 那太冤了 刚才就是看白棋这一袋啊 能不能再盛点木出来 因为他这里好歹冲过来了 有一些厚味 难 但是人家这块棋太厚了 太厚了 是吧 觉得 打吃 黑棋接上 白棋在这震一个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想李适时的心里是非常的痛苦 这个挣扎 邱俊肯定是非常舒服的 邱俊本身他就很享受 比如说你来跟他受受关 他特别享受 是吗 对 是这样的状况 对 其实邱俊在年龄上呢 比李适时 按照月份来说 年长不到一岁 不到一岁 对 年长一点 他也 因为他是通过两个世界亚军直升的九段 对 所以说 比起李适时的站起来 可能有所不如 但是他的坚持 我觉得让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原来勤奋是 有好的付出 就有好的回报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棋又打了一个 在这儿 白棋翻吃 吃这个 然后他提掉了 这白棋彻底空不够了 讲上梦都没了 白棋团打 在这儿 接下来他们这个官司要怎么收呢 我觉得后半盘呢 应该是邱俊的强项 我们来学习一下吧 他这个接下来 他也没有接触 这个也可以借着机会 给大家简单爆个料 因为我知道他们国家队的训练的状况 那个是分组的下循环 分A组 B组 还有国家少年队 像邱俊这种 他的身份 和他的这种等级 应该是属于是下A组的 A组循环的选手 他们一般来说呢 A组循环就是 都是两个人 共用一个号去下 就很多是这样的 但是邱俊呢 不仅自己下A组循环 他又报名下了B组循环 那A组循环 B组循环 如果都没对手的时候呢 他还要找国少队的小朋友来跟他下一盘 就是一个人当六个人士 这个是 所以对他来说 我想下棋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对对对 他要多多益善 能多下一点更好 对对对对 所以这时候李诗石的顽强 对邱俊来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确实 对 很多棋手来说都觉得这个时候 你怎么还下 他很痛苦 觉得 我们看他这黑棋进来要怎么收 我觉得想中间是不是他要 对 他果然是跳了这个 他可以享受 进去 白棋靠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中间 这一代 白棋的空稍微要长出起木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失必有得吗 你这脚上的木一木都没有了 对 刚才我们至少点六木棋 对吧 中间可能围的差不多也就六木 没错 六七木吧 如果被点着的话 七木棋 那这个脚上的木已经损失很多 中间再多出起木棋来也没什么用 是吧 没什么用 如果这棋形势不好的话 黑棋很有可能打赤爬回去 把那个脚上的木都撑住 对 但是现在显然没有这个必要了 所以就简单的收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顶一个 顶一个白棋不走了 其实他也就没为起木棋 白棋搬这个 那也没什么用了 现在已经 搬 是挤了一个 挤 弧在这 就把它挤住 打吃 对 这个是眼位 把这眼位挤住 搬 打吃 接住 对 做活 他把这个又冲吃掉了 提掉 把锡接上了 这接下来都是很小的小关子了 他必须得接在这 要不然被人家一断打就出棋了 对 在这 对 他不能接在这 他接在这之后 双方还下了很多 但是实际上已经跟胜负完全无关 最后这盘棋的结果 就是邱俊九段直黑中盘战胜了李适十九段 我们觉得这盘棋总体来说 邱俊下的还是挺出色 尤其在这一代 完胜 对 毫无疑问是一盘漂亮的完胜 好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主持人吧 感谢二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凭轮道 又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再一次感谢奇迷朋友的收看 奇情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央视象棋世界 这是咱们奇迷的福音 象棋世界期待您的关注 欢迎您关注象棋世界 早午我的相遇将给世界 每周五晚关注象棋世界栏目 听老梁怎么说象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